第八题,如附图所示,将线圈的两端接于减流剂上,举一棒形磁铁的N级端迅速插入线圈内,此时减流剂的指针向右偏转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晓得这个叫做利用我们的磁铁棒插入造成了磁场变化,因此产生感应电流,这叫做电磁感应,所以诸说这个产生的原理是电流磁效应是错的。 我们晓得感应电流大小会跟磁场变化率成正比,所以插入了磁棒的速度越快,磁场变化速度越大,感应电流就会越大,所以A选项说,当磁铁插入线圈的速度越快,减流剂的指针变化角度越小是错的,应该是越大,因为感应电流越大,那么当如果把它放进说不动之后,不动之后就不再有磁场变化,必须有磁场变化才会有感应电流, 所以插入之后如果保持不动就没有磁场变化,就不会有感应电流,指针就应该归零,所以B选项说,当磁铁插入线圈后静止不动时,此时减流剂的指针变化的角度会达到最大直错的,应该变成不再偏转,所以呢就只有C是对的, 因为我们把N级插入跟N级拔出来,我们产生的感应电流的方向会相反,也因此的我们减流剂的指针的偏转方向会相反,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答案选的是C,当磁铁N级由线圈内迅速抽出时,减流剂的指针会向左边偏转,插入跟拔出的指针偏转方向是会相反的。